中国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8号在杭州会见出席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台立法机构第二次审查所谓选霸法相关修正草案 民进党强势杯葛反对调整罢免门槛 蓝绿民带因此再度大打出手 民进党当家闹市的歪招为何屡试不爽 一时空转四成选票绑架主流民意等乱象 若成岛内政坛常态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两岸时事评论员江明钦刘匡宇带来全面分析 桃园前市长郑文灿涉滩 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后检方抗告成功 台所为高等法院裁定撤销发回桃园地院重审 与此同时国民党爆料郑文灿另外涉及三起弊案 点名绿营要绝联手朝土地 郑文灿涉滩案为何越烧越大 两岸时事评论员江明钦刘匡宇带来深度解析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翻盘 出口民调显示 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赢得182至193个议席 一跃成为第一大政治联盟 而此前迎面最大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却暴冷失利仅成第三大党 左翼联盟为什么会翻盘胜出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豪赌就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首先来关注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8号在杭州会见出席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眼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注意行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 宋涛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向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致赫信 充分体现了对两岸青年的关心关爱和英切期望 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行精神 促进两岸青年互学互建 交流交心 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创造青春业绩 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实现人生价值 洪秀柱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对两岸青年的关心关爱 期待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往来 加深彼此了解 携手反对台独 共促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所谓内务委员会 8号再度审查所谓选霸法相关修正草案 蓝绿两党都发布甲级动员通知 一早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武航 8号一早 民进党明代先霸占一场主席台 国民党明代则找寻突破后伺机反攻 只是场面相当混乱 看到民进党籍明代赖会员 勒住自家明代徐晓鑫的脖子 国民党籍明代王洪威赶紧帮忙解围 结果却遭到民进党籍明代林楚音的阻挡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受不了林楚音的陆续推进王洪威回击 两人不止动手还用脚互踹 明代们挤成一团打成一团 林楚音称他下法被王洪威划伤流血要验伤 王洪威则反击说是对方先动手吵得不可开交 只是这边争执还没结束 另一边又吵了起来 国民党籍明代陈玉珍不满民进党籍明代 拿着尖叫机挑衅 要抢走尖叫机 双方拉扯不断 争吵声也越来越大 眼看陈玉珍以一对多 被绿营明代围攻 南营明代胡孟凯赶紧介入 又是还没意识先开打 民进党屡屡屡党所为选拔法 相关修正草案审查 不知道当家闹事紧时休 好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 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江明清先生 蓝绿明代再度为了修所谓的 选霸法时大打出手 那么这场罢免大戏都演到现在了 各方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盘算呢 所谓的选霸法 原来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而设立的 现在已经彻智底底的被蓝绿双 把它所谓的工具化了 我们先看绿的这个部分 绿的当然现在工具化就是 当绿营在立法部门是多数的时候 当然他绝对不会想修 或者绝对不会想去动 因为怕被罢免嘛 那如果说他现在是少数 当然希望说这个罢免门槛呢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所以呢这个看得出来 就是双方双方的工房 那对蓝绿来说 现在是蓝绿在地方上的选举是多数 那如果绿营现在发动所谓的罢免 带地的话 有可能蓝绿有很多人就被罢免 所以双方第一个 在整个一个政治工房上考虑的是 这罢免这个修法对谁有利 不是对拉网兴 是对哪一个政党 他的工房 这个一手难攻 比较容易有利 第二个是此刻 民进党内部 虽然有赖清德呢 少数当选 但是呢 内部并不稳 而且过去双方八年来 所留下的烂摊子呢 很多的 一个一个开始要爆开来了 所以呢 透过所有的转移交点的方式 能够让他过去这些弊端 或者是施政不利等等 暂时得到缓解 第三当然是对于 米党来讲 他的地方选举呢 过去两次 20182022都是失败的 吃了大亏 所以他们希望 透过这次提前来练兵 而练兵的方式就是动员群众 可是偏偏找不到一个理由 所以就把这个所谓的 立法部门的扩权 这个奇怪了 过去自己把权力扩张的时候 叫正义 那别人扩权的时候 把这个权力呢 拿到比较大的地方来监督执政者 就说他是扩权 那么而且很多版本 是他们自己所提出的 今天很特别的是 这个赵伟啊 高金素梅啊 今天所提的版本 是把国民党版本通常删掉 不要了 避免这纷争 今天谈的就是以 民进党的吴炳瑞 所提的版本为主 看你民进党敢不敢打着 这个逾旗 反逾旗 结果还是反了 用年轻人的话来说 就是他们不去讨论 台湾本身 反而是在这个语言上 肢体上冲撞 等于是做白宫了 第四点是从整个一个预算 跟老百姓的纳税 起来看 一般老百姓觉得很不值 为什么 这个这些委员们 开会每天都要领钱的 都在言语上去交锋 而交锋呢 又是很没有营养的 不是你碰我就是我碰你 你打我一巴掌 那我赏你一拳 简单说 台立法机构沦为了台湾政客 和整个一个转移焦点的做法 显然是胜于原本本身 所以对台湾的民众来说 这一场这个 歹戏脱棚的烂戏 其实不看也怕 但是偏偏这些人 现在在位置上面 套一句英国的剧 就像肖波娜所说的 这个观众好极了 剧本实在是烂透了 台立法机构沦为了台湾政客们 表演的剧场和格斗场 实在有够讽刺的 好 谢谢江明清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刘狂宇先生 从台立法机构的 这几次冲突中 我们可以发现 民进党上台之后呢 将当家闹事事贯彻到底 他频频闹事背后 有着怎样的打法谋划 意识空转 四成选票 绑架主流民意等乱象 如果成为了 岛内政坛的常态 那么他将给台湾社会 带来怎样的影响 那么现在这种当家闹事 现在成了民进党 可以说是一个特色 主要是为了去掩护 现在赖清德方面的一个 这种错乱的台独施政 因为在他们这样一种 在立法机构闹事去 吸引眼球去转移焦点 去浑水摸鱼的情况之下 很多议题他就会被施焦了 那么很多赖清德 现在在搞的 这样一些台独的乱政 那么就不容易被人去 这样一个去觉察到 那么也就可以减少他的 这样一些受到的制衡和阻力 那么我们再从他的打法上来看 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新的特点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常态化 民进党在新一届的 这个所谓的立法机构里边 那么基本上是天天在闹事 天天在这样一个打架 那么已经把这样一种 乱政的方式常态化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极端化 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这样一种闹事 已经不仅是像过去所谓的霸占主席台 所谓的是这样一个破坏议事的规则和议程 那么很多时候现在已经逐渐的是向更多的 这种比较低业的方式 甚至是重度使用违法的各种方式 比如这种人身的伤害 性骚扰方面的这种侵犯 甚至是包括人身的拘禁等等 那么现在可以说民进党的这种闹事 已经有向这样一种 有组织的集团式的恐怖犯罪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这个对于岛内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破坏 显然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么长远来看 首先这种破坏力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表现在意识空转 也就是应当解决的问题 应当讨论的事情 那么应当去处理的这些所谓的 法案条文 那么基本上都会被瘫痪掉 那么现在围绕着这样一些 最基础的事情 现在都在原地打转 那么后续大量的这样一种 经济民生的这样一个提案 都很难得到去排期和解决 那么也就是让台湾的经济社会 去蒙受这种空转的损失 那么更为长远的来看 原本这样一个代议机构 它应当发挥的 对于执政党的监督的功能 对于民意的这样一个传导的功能 那么都会被去进行 一个损害 与此同时 由此而去引发的 就是有可能会让更多 这种民粹的这样一种声音 这样一种思潮和行动 会有可能会被整合到 台湾地区的立法的 和这样一个议事的一个体制之内 同时赖清德再去推行 他的这种所谓的台独施政 那么也就会更加的畅通无阻 那么这是有可能会在 未来一个时期岛内的政坛 去发生的一个现象 好的 谢谢刘宽宇先生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 桃园前市长郑文灿 因桃园市长任内 土地开发案涉滩 6号遭桃园地院裁定 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 检方不服提出抗告 8号 桃园地院以最速箭 送往台所谓高院裁定 台所谓高院审理后 当天裁定撤销 发回桃园地院重审 据台湾媒体报道 桃园地检署侦办土地开发弊案 升押涉嫌收贿的 海集会前董事长郑文灿 却遭法院交保 检察官陈嘉宇当庭提起抗告 质疑送钱的押了 收钱的却放了是什么道理 检方并揭露 曾四度申请搜索票 都被法院驳回 质疑法院立场 据报道 台所谓高院8号审理后 裁定撤销发回桃园地院 桃园地院后续将传讯 郑文灿后再开庭 未来可能改将郑文灿积压 或提高交保金额 或是采用电子脚料等科技监控 防止其逃跑 另据台媒报道 8号上午 国民党召开再接郑文灿 点土成金之案记者会 国民党籍人士再度爆料 桃园区小快息的自办重划区 八德转运站 从农业用地转为交通用地 观音效忠断等 三起土地弊案 揭露郑文灿任桃园市长期间的罪状 其中包括蔡英文的小英之友会 桃园理事长林黄章 赖清德的信赖之友会的 大元分会长游建祥 以及时任郑文灿市府的 经发局长郭玉信等等 都加入购地集团 共同炒作土地 这几年的土地交易价格 就是从30万涨到了90万 翻涨了三倍之多 他整体的土地价值总计涨幅 高达721.6亿 所以很多人讲说 蔡系的明代在桃园准备团灭 原因是因为过去你们选得上 过去你们检验荒腔走板 是因为郑文灿给你最大的底气 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 詹江村也爆料 几年前有一个建商亲口跟他说 有一个自办重划 郑文灿有让建商通过 但后来在处理公共工程的部分 一直没有处理好 而且在选举的时候 郑文灿直接跟这个建商 要2000万新台币政治现金 而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质疑 郑文灿这个案子已经七年了 这个时候侦办 相信是很多民众的疑虑 希望不管是司法单位 还是民进党 甚者是赖清德当局 应该说明清楚 郑文灿就是不投靠赖清德 谁就扮你呢 那林又昌投靠赖清德 害赖清德收编他以后 还强力用全党行政资源 来基隆发动这个罢免 兄弟兄不要这样 那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准备 要被他清算 我坦白讲他心里有数很久了啦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上来之前 他没有那个权嘛 七年来2017到现在 七年来都被阻止 都被阻止 所以要不要调查蔡英文 是不是司法障碍啊 对于外界质疑 桃源地检署表示 案件去年底接获检举 立即调查搜证 绝无拖延 逮捕日逢郑文灿生日 也纯属巧合 但岛内舆论持续质疑 这是赖清德在倾诉政敌 并推测 下一刀恐怕是挥向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总召柯建明 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 黄阳明认为 赖清德死亡笔记本的下一位 应该另有其人 郑文灿涉摊一案 在岛内政坛还将掀起 怎样的波澜 外界都在看 好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刘邝宇先生 郑文灿涉谈案越烧越大 有两个疑点 首先是这个时隔七年的案子 台警方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才调查郑文灿 第二个是还有很多案子 都有郑文灿的影子 但郑文灿交保了500万元新台币 就被放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在过去的七年之间 首先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讲 就是郑文灿这一方面 毫无疑问 他不管在过去七年里边 包括这一件案子也好 还是其他很多有可能涉及到 他的其他的这种 不法的形式或者说弊案 那么实际上背后 都有一股很显然的 这样一个力量在去保他 那么让他能够可以说 不受这种司法方面的 一个约束制裁的 这样一个担心 可以去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 去甚至是半公开公开的 去做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 这种所谓的政商勾结的 一些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七八年来 郑文灿能在桃源 落下一个这种所谓的 正通人和 所谓的八面玲珑的 这样一个美名 一种所谓的美名 本质上就是一个 政商利益交换的一个结果 那么过去的七八年里面 由于郑文灿是 蔡英文的非常欣赏的 甚至是鼠疫成为 下一任接班人的 这样一个培养对象 所以说他可谓质得意满 那么现在 此一时彼一时也 一方面就是郑文灿 此前一段时间 被贬为 这个海基会的负责人之后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很显然他并不甘心 不管是对于桃源 包括新北等地的这种 未来的这样一个参选的运作 还是说 在海基会上 对于两岸关系上 他试图去蹭一些风 用一些力 那么这个都让赖清德 非常的忌惮 认为这是郑文灿 徐图后面东山再起 在未来四年后 对赖清德形成下一次 这样一个所谓的 权力挑战的一个风向 所以说他要把郑文灿 完全的彻底的扼杀 在这样一个政治摇篮之中 那么又是考虑到 现在一方面 这是他刚刚上台 另外一方面 民进党马上去召开 这种所谓的代表大会 那么也就是说 将进行 党内将进行新轮的 这样一个权力起牌 所以说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对郑文灿下手 就是让他彻底 这样可以一击毙命 让他难以在政坛去翻身 而郑文灿 现在我们看到 在桃园 不管是检调方面 还是法院方面 围绕郑文灿这个案子 显然态度并不一样 那么这个也就是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郑文灿过去七八年来 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 在桃园所持续耕耘的 所留下的这种政伤的人脉 那么现在也是他 希望能够去自保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借力 好的 谢谢刘狂宇先生 我们再来请教姜明清先生 郑文灿涉探案延烧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 此案爆发就是赖清德的手笔 更有人预言 下一位将被开刀的 就是柯建明了 但是岛内资深媒体人 黄阳明不以为然 那么您的分析师 郑文灿在桃园八年 他用的手法就是 要五毛给一块 不论来绿通吃 他当然不是白白的给 一定是要更多的回馈 所以号称 他在郑南山号称 绰号叫做正百亿 也就是说他身家 号称超过百亿 是真是假不知道 但是从公务人员 所公告的财产公告来看 他过去几年当中 从负债2000多万新台币 在这一次最新这一期 公告的资料显示当中 他不仅没有负债 而且整个身家 超过了5000多万 账面上 我说是账面上 还有增加不少的田产房产等等 我说这些账面上 广告给大家看 那通常这些都是冰山的一角 那第一个就是民进党所谓的 大阿哥郑文灿 这当然就是杀鸡警猴 警告民进党内部所有的人 今天民进党是我赖清德当家做主 我说了算 你们千万不要想跟我挣位置 那么郑文灿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第二个当然他说所谓的 有媒体人杨明兄说有所谓的死亡笔记本 我觉得这当然也不过其实 杀鸡警猴之后 如果每个人都俯首称臣的话 他干嘛继续杀 应该不会有 民党当中贪污的人还算少吗 只有这种上一个人吗 当然不会是 那下一个是谁 当然就看看下一个有可能会是 对他连任之路有障碍的 柯建民会是吗 我认为不会是 原因很简单 柯建民第一个年纪大了 第二个他的形象极差 他就是一个前客 政治前客 那其他像这个林家龙 或者是其他 有可能对他有一些影响的 他都先镇压住 我认为下一个不见得是民进党内部的 国民党当中这些限制中要小心的 如果对赖青人有可能造成威胁的话 说不定台中市长下一个要注意 像这些都有可能潜在的对手 都有可能赖青人就不要让这些人进入决赛圈 一开始就把这个可能性除掉的话 对赖青人来讲下一次连任就很方便 他不论做了好跟话不重要 只要没有竞争对手 在台湾就这样 没有竞争对手 他觉得一个人就有可能当选 郑文燦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所以郑文燦理论上他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而这个开端是以政治做开始 我认为最后还是为政治做结束 看来郑文燦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这场政治厮杀恐怕也没有那么快的结束 好的 谢谢江明清先生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 此前因为频发谬论惹出不少争议 日前他又在脸书发文 声称要考虑废了民代质询权 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民代痛批其不知所云 先前因为民进党籍民代迟到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指示跳过质询 当时有不少绿燕民代到韩国瑜办公室闹场 口口声声要求归还质询权 才隔每几个月 民进党籍民代校正回归又玩出新花样 现在是喊着要废了质询 民进党籍民代沈柏阳称 考虑废掉质询不是开玩笑 自己和官员开会解决问题 要花两个小时 但平常质询提问时间才二三十秒太短 只适合问大方向 而且逼问官员并无法解决问题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蓝白明代骂声一片 如果立法委员不质询的话 请问一下立法委员难道只要开直播 脸销围就好了吗 建民科总召汉吴思瑶 你们要不要听听看 你们口中的台湾的瑰宝 到底他在讲些什么呀 如果沈柏阳委员连质询都要废掉 那干脆把整个立法院废掉算了 最近沈柏阳委员的一些发言 引发了社会上很多的争议 那建议民进党可能要先管管自己人 我觉得沈柏阳到底是不是代表 民主进步党党团的意见 可能有必要请民主进步党党团 自己好好地确认清楚 以后再对社会发言 台媒指出沈柏阳若真想废了明代质询权 就得要提出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动议 这可能性不高 他干脆讲说废除立法委员职务好了 他直接去做行政院长 做行政院长就可以到处去跟官员讨论问题 不是说他觉得没必要就要废掉 面对批评沈柏阳和其他绿营民代8号出面回应 但言语间都在转移焦点 我认为其实质询跟调查两个是可以二选一的 为什么质询是应该讨论法案 或者应该讨论政策的时间 结果变成大家的造谣大会跟辟谣大会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有一点扭曲了他的原意 沈柏阳委员他是主张质询的制度应当来革新 确实立法院为社会所诟病的是许多的立委把异常当作秀场 台湾网红历史歌7号在脸书发文直言 沈柏阳辉这样说一点都不意外 他引用小说中日月神教的口号 讽刺民进党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公 要废掉质询权是为了帮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获权 国民党金民代徐宇珍则表示 民进党金民代要自我阉割监督权力是民进党团的事 国民党不会再放任不管 台立法机构拥有调查权才能更有效监督制衡行政权 好 学习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下新感谢 币浪洗衣科学 这么难洗的油渍 怎么洗都还是会流痕 奇难题交给币浪 币浪新升级洗衣粉 升级洁净配方 塑效精准去丸子 白衣也无惧流痕 洗衣科学就用币浪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第二代混书宝液体卫生巾来了 革新Flexum液体吸收材料 你吸到底繁琐含量 贴合曲线 坐着 躺着 运动都舒服 无感般保护 第二代混书宝液体卫生巾 晚上就用第二代混书宝考量热库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多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 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再来关注 台军又爆出丑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为从事危险任务官兵 而设置的保障款项 不仅被指分配不均 甚至还有部队 为了领取奖金 不惜改换队名重编 与此同时 台军士兵自杀事件再度上演 台陆军官校一名 紧报到几天的士兵 7号惊传坠楼身亡 而这已经是台军今年 第18起自杀案了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力雄 7月3号督导台军2024年自杀防治 巡回宣教 强调军中人员应该成为自杀防治的守门人 然而不到一周才度过百年校庆的台陆军官校 不幸发生台军方 今年第18起自杀事件 更是首例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自杀事件 据台媒报道 该训练团入伍生教育班长7号政务发现 一名一号才报到的入伍生 卧于一楼草地上情形危急 官校随即将其送往医院 但最终仍不至身亡 据了解 该入伍生本周尚处于调试教育阶段 尚未接受任何体能训练 其自杀原因尚待进一步厘清 台军营内自杀事件频发 岛内舆论对其内部管理混乱批评声不断 而台军内部管理问题远不止这一桩 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以45.4亿元新台币 向美国采购14套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从2023年6月21号起执行 预估至2029年12月31号完成 为了做好相关人员配套 台防务部门日前决议 将划拨专款成立爆破 扫雷布雷未爆弹处理奖金 以提高对从事危险任务官兵的保障 奖金分三个类型 其中第一类型 每个月只要有实际从事相关任务训练 并达到要求标准 每人即可支领15000元新台币奖金 不过台陆军仅将 工兵特战训练中心的战功组 爆破教官 以及特战部队编制内的爆破手 列为适用对象 包括纳入军团工兵营的 火山布雷系统操作手 为了领取这笔奖金 台军有部队便不惜改换队名 并解散原有编制 加以重编引发争议 像是台海军陆战队 两棲侦搜大队 解散原有爆破中队 并改名为两棲侦报大队 以争取扫雷布雷奖金 对于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的种种举动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此前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私利 干当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棋子 不断谋独挑衅 甚至不惜牺牲岛内民众生命福祉 极力迎合美方当豪猪建堡垒 将台湾打造成火药桶地雷倒 他们这样做 绝不是为了台湾同胞好 只会把台湾日益推向 兵凶战危的险境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湾台南又传出枪响 据台湾媒体报道 7月8号清晨 台南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从住处离开准备去爬山时 遭到埋伏在门口的枪手近距离开枪 胸口中弹 紧急送医后不治身亡 8号清晨5点40分 台南市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正准备要外出爬山 当他站在人行道等车时 一名男子突然冲出来开枪 林世杰中枪倒地后 枪手又近距离补了几枪 随后迅速逃逸 身中六枪的林世杰 被紧急送医 抢救30分钟后宣告不治 回到枪击现场地上还留有好几个弹壳 当地媒体报道称 枪手在8秒内至少开了11枪 林世杰从家里走出来之后 就是在这里遇到枪手被近距离开枪身亡 而凶手就是埋伏在隔壁三间 这个骑楼显然早有预谋 枪手事先勘查过地形 算好了开枪将林世杰击倒之后 正好有大招牌遮蔽所掩护 在近距离开枪 目的就是夺命 然而嫌疑人得手后离开现场时 也被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 我们目前初步看到是一人 但是并不排除共犯 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这事情当然大家都很惊讶 余会理事长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基本上他没有选举 就很少看到他 报道称 被枪杀的林世杰有黑道背景 在2018年获得民进党籍台南市长 黄伟哲提拔 被聘为台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后又参选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获胜 此外 林世杰曾于2022年卷入台南议长选举恐吓议员案 在当时的台南议长选举中 民进党提名候选人邱莉莉的最大竞争对手 就是绰号黑面 曾为民进党籍 也当过台南市议长副议长的 五党籍候选人郭信良 2022年12月25号 中国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方一峰 被骗上休旅车恐吓 要求其在之后的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中 不准投给五党籍的郭信良 检警随即展开追查 发现当时林世杰也在车上 而林世杰的女儿 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林依婷 当时也力挺邱莉莉 因此在此次枪击案发生后 林世杰遭寻仇 或被牵扯进光电弊案的猜测 不绝于耳 尤其是台南市光电利益牵扯那么大 几乎常常开枪 这背后就是利益摆不平 此前轰动全台的雪甲88枪枪击案 也是发生在台南 经调查 该案照应与民进党派系 争夺光电炉扎利益有关 如今台南又发生枪击案 引发外界讨论 有舆论认为台南市 被视为赖金德的政治发家地 也向来被视为绿营大票仓 然而在民进党治理下 乌烟瘴气 黑金纠葛 黑道 黑枪等案件频发 民进党官员 民意代表 也深深牵涉其中 不少台湾网友 在相关报道评论区留言称 民进党当局治理无能 台湾民众正一步步走入恐惧深渊 好 学习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下新感谢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谢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 福建发布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天时间7号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举行第二轮投票 8号 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 左翼联盟新人民正线 获得182个国民议会议员席位 执政党复兴党及其中间派联盟 在一起占据163席 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拿到了143席 右翼政党共和党占68席 其余各党派占据21席 三个联盟都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法国或出现悬浮议会 当地时间7号晚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 法国总统府发声明表示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尊重选举结果 尊重法国人民的选择 按照法兰西共和国的传统 马克龙将等待新国民议会的组件 然后再做出必要的决定 法国总理阿塔尔随后宣布 由于其所代表的政治团体 并未获得多数议席 他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 不过马克龙8号没有批准 阿塔尔当天递交的辞呈 隶属于左翼联盟的极左翼政党 不屈法兰西党主席梅朗雄表示 他拒绝与总统马克龙进行谈判交易 左翼联盟已准备好执政 这一结果让法国绝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 我们的人民显然拒绝了最坏的情况 一场波澜壮阔的公民动员浪潮 已经席绝而来 公民党主席化 la volonté du peuple doit être dorénavant strictement respectée dès lors aucun subterfuge arrangement ou combinaison ne serait acceptable en effet les leçons du vote sont sans appel la défait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sa coalition est clairement confirmée 此外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 也在当天发声表示 潮水正在上涨 虽然这次没有涨得足够高 但它会继续上涨 我们的胜利只是被推迟了 勒庞还表示 国民联盟在议会中的议席数量增加一倍 因此不会对结果感到失望 我没有太多预期 我认为选择 我认为选择在困难的位置 基本上是选择之间的 我认为选择之间的选择 这就是选择之间的选择 这就是选择之间的选择 法国媒体分析说 虽然在首轮投票中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支持率领先 但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 在第二轮投票前都呼吁组建广泛的共和国阵线 联合阻击极右翼势力占据议会多数行为 这对第二轮投票结果发挥了关键作用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翻盘 左翼联盟一跃成为了国民议会第一大政治联盟 那么这个结果出乎了您的意料吗 左翼联盟为什么会翻盘胜出 这个结局实际上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中的 因为在人们看来国民联盟这次势头很猛 即使保不住绝对多数 但至少会位居第一 只要不保持绝对多数 那么马克龙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 就可以联手来阻止国民联盟来阻隔 但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结局竟然是国民联盟调到了第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左翼力量联合起来了 左翼力量在上一节议会中 就是这个法兰西 不屈的法兰西是在这个议会中居于第三位 那么这一次呢 不屈的法兰西联合了这个绿党 联合了社会党 组成了一个这个新的叫人民阵线的左翼联盟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席位就增加了 再一个呢 左翼联盟的一些组张 也迎合了选民的这个需要 比如说左翼联盟提出来 要增加人们的收入 要给这个中学生 学生这个提供免费的午餐 要增加富人的税等等 它的这一系列组张 也获得了选民的共鸣 这是左翼联盟 能够从上一节议会的第三 转为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在选举之前呢 在第二轮选举之前呢 这个左翼和这个中间派达成了默契 也就是说这个放弃第三名的 这个候选人的这个选举 而是把选票集中于第二名 和来和这个国民联盟的 这个候选人竞争 所以这一招还是有效的 因为据报道呢 大概有210名候选人 在第二轮中这个退出了选举 集中力量来这个迎战 勒旁的国民联盟 所以这个举措呢 也是奏效的 因此呢 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这个左翼联盟居然成了第一 马克龙的中间派 从第一轮选举中的第三位 进入了第二位 而这个国民联盟 也就是极右这个政党 调到了第三位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考虑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专要专制灰指甲 亮甲牌复方具为铜点茶剂 中国发明专利 采用曲旧生心疗法 穿透甲板 深层杀菌 去病甲 生心甲 25年专注灰指甲 得了灰指甲 一个 纯人鸟 反反复复 去不掉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乐泰亮甲 人之操虑 无若诚实 有德者 年岁下于我 我必遵之 不孝者 年岁高于我 我必远之 欢迎各位回到 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就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话题 请教时事评论员 郭显刚先生 法国国民议会 绝对多数 需要289席 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 没有一个政党 赢得绝大多数的席位 那这是否使得 新政府的组建 变得十分困难 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面临着 什么样的选项呢 确实是这样 这次选举中 没有一个政党 获得绝对多数 那么这就意味着 在今后的组阁中 困难重重 按照法国议会的规定 在选举中 获得第一的政党 它是有优先权来组阁的 但是由于获得第一的 这个政党是左翼联盟 它虽然获得第一 但是它并没有获得 绝对多数 因此它不能够单独组阁 它必须联合其他的一些党 比如说联合马克龙的中间党 中间派来组阁 但是由于法国的历史上 各个政党之间相互缺乏这种 妥协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那么如果第一位的政党不能组阁 那么就由第二位的政党 也就是马克龙的政党来组阁 但是马克龙这个政党它一个 它危惧第二 它的选票更少 那么它要获得更多的 其他党的支持才行 但是由于它的马克龙执政 几年来 它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 法国的经济也不太好 马克龙又搞退休制度的改革等等 在它执政期间抗议浪潮也是不断 因此其他政党也很难和马克龙联手 那么第三个政党 那就是极右的乐庞的政党 但是国民联盟这个政党 但是它由于它位居第三 它需要联合的政党需要更多 才能够达到简单独入 所以对于它来讲也困难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有左翼政党 来牵手一些中间小党来组成联盟 因为目前来看 这个左翼政党 现在它缺大概八九十个席位 八九十个席位 它和其他一些中间小党 来达成一些共同妥协的空间比较大 因此我个人认为 可能最后是由左翼政党 来联合其他一些小党组阁 对于马克龙来讲 左翼政党如果组合成功的话 对它也是个严峻的挑战 因为左翼政党和马克龙的这个政策 主张是有很大差异的 所以对于马克龙来讲 未来他的执政的几年 这个道路还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对于这个结果 法国左翼政党欣喜若狂 但是及右翼政党领袖勒旁声称 他们的胜利也只是被推迟了 那么你演判 法国及右翼势力后世如何 它是否执政 为什么如此的牵动着美西方阵营的神经 为什么欧洲西方国家对于极右势力上升 又非常的担心 感到惶恐不安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极右势力如果上台 如果像法国极右势力上台的话 那么法国很有可能会退出欧盟 使得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停止甚至倒退 因为法国是欧洲的大国 目前像意大利极右势力掌权以后 人们对它并不担心 因为它并不是主导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国家 而法国和德国是欧盟一体化竞争双引擎 因此如果法国极右势力上台 按照他们的主张 他们反对欧洲反对欧盟的这种一体化进程 因此对于欧盟来讲 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 这也是欧洲人特别担心的一点 另外一点我个人认为 对于北约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法国右翼对于和其他国家 结成军任同盟出更多的钱 来为其他的小国的安全来负责 也是感到不满的 因此法国极右势力上台以后 可能在北约内部 更加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 对于北约未来的走向 对于北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还有一点 欧洲人和美国人比较担心的 就是对于俄欧局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为像勒庞的国民联盟 反对法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更反对法国派教官 派训练教官去训练乌克兰的军队 因此欧洲包括美国人会担心的 法国如果由国民联盟掌权的话 那么对于俄欧冲突可能会十分的不利 因为法国带头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话 那么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效仿 这样的话乌克兰的武器弹药会更加短缺 在俄罗斯的军事抗衡中 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这样对于欧洲来讲 对于欧洲防范俄罗斯的威胁来讲 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欧洲和西方人 对于法国右翼势力的崛起 是非常担心的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多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一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国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